2023年游泳世界杯,中国蛙王谭海洋在三战比赛中连夺9枚金牌,将男子蛙蛙所有单项的金牌都收入囊中,展现出了超强的统治力。 除此之外,他在之前的市井赛也,包揽了男子蛙蛙全部单项的金牌,还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,而在大运会压运会等综合性体育大赛中,中国蛙王只要上场就能拿冠军。 对于他来说,2023赛季是梦幻的,是个人快速成长不断突破的赛季,最后世界永连把年度最佳,男子运动员奖项颁给了他,这就是完美收官。 如今的中国蛙王用实力征服对手,获得年度最佳那一刻,现场掌声雷动中国蛙王还秀起了英语,身穿一身西装的中国蛙王越来越有国际饭,其实他一直很低调,哪怕已经创造了诸多新历史,他也很淡定正因为如此中国蛙王征服了老外。 可以说他的影响力已经不输孙杨,毕竟他也做到了很多孙杨没有做到的事情,如果在巴黎奥运会能继续包揽男子蛙泳金牌,他注定会成为中国男子游泳的领袖。